好,否定学完了,我们一起迈入下一个语法 这个语法就是德语当中的起始句 我们给它写个大名,叫做命令式 在德语当中命令式就等同于的是起始句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我们没有正式学这个语法之前 你是否已经做了好多命令式的句子呢 我们来读一下 我们在听说阶段,也就是在我们的交集语阶段 一定学会这个句子 第一个句子 Namen the beta plat Namen the beta plat 请坐 这是一个课堂用语 也是一个交集的做客的用语等等其他 Namen the beta plat 第二个句子 And should you get the beta 当你打扰别人的时候 一定会先说他 打扰您了,打扰您了 第三个句子 Come, come 快过来,快过来, come 我们在交集语音的时候 这句话也特别的多 那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德国的文化的尝试 在欧洲,在德国 如果你请人过来 说这个词的时候 如果加一个手势 千万不要手朝下的请人过来 这是非常不礼貌的 在德国 手朝下是叫三岁下的小孩 以及叫宠物的 所以如果你请一个人过来 一定要手朝上请你过来 Come 好,第四个句子 Machen wir and pause Machen wir and pause 让我们来休息一下吧 课堂用语 我们来休息一下 Machen wir and pause 以前我没有系统讲这样语法 但你已经会说了 那么德语当中的命令式 和英语当中的起始句 起始句 其实是一码绳 我们首先能发现一个规律 所有的这些句子里边 几乎都是以碳号结尾的 命令式或叫起始句 都是以碳号结尾的 第二个规律和英语一模一样 所有的它们都是以动词开头的 都是以动词开头的 好,如果你牢记了这两条 那么起始句 也就是命令式就不再难 学这项语法之前 我们先来回忆一下 在之前的语法课上 给大家来讲授的 德语中简单句的四大句型 你还记得吗 德语中简单句的四大句型 主要的评范标准 靠的是动词的位置 以及标点符号 陈述句 动词放在第二位 结尾点的是句号 特殊一文句 动词放的是第二位 结尾点的是问号 一般一文句 动词放的是第一位 结尾点的是问号 命令式也是起始句 动词放的是第一位 结尾点的是探号 好,那么我们下面来 系统地学习一下这项 比较有用的语法 那就是命令式 首先请调明确一个概念 德语中虽然把它叫做命令式 却跟应语的起始句是一模一样的 它不仅能表达一个 情态在里边 就是命令 它还可以表达的是 请求和建议 所以命令式能表达的是 三样的语气 一,命令,二,建议,三,请求 一,命令,二,建议,三,请求 那么如果在我们的交集当中 你如何分辨一个句子 它的命令,还是建议,还是请求呢 好,这个答案首先要听语气 语气上可以分出来 命令,建议,请求 第二个 我们可以看一下语境 如果没有语气表达的情况下 可以看一下上下文 如果这两个都没有 只要找一个关键的词 是什么呢 bitter bitter bitter相当于英语的please 那么如果加入了bitter的 绝大多数应该表达的是建议和请求 如果没有的 绝大多数应该表达的是命令 首先我们要来看 德语当中bitter到底有多少个位置 那么bitter和英语的please特别像 它在德语当中会有三个位置 第一个位置 可以将前个句子点个到五号 放于句末 这是比较常用的一种 第二个位置 可以把它放到四格编语前 类似于这句话 请您坐 您占据这个座位 座位第四格 放到四格编语前 还有一个位置 可以放在整个的句首 你这句话也可以说成 bitter name and the plus 也可以 放到哪里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 或自己的习惯去定 好 那么德语当中 到底哪些人称会有命令式呢 我们来看一下 命令建议请求 经常是发给第二人称的 我们又不得不复习一下 德语当中的特殊性了 我们在学德语当中的人称代词的时候 那些老师就曾经跟大家说过 德语当中的人称代词比英语多了一个 那就是尊称您 那么第二人称是命令式最多的接受对象 第二人称有什么呢 有您 有你们 还有你 在正规的书面语当中 只有对您 对你们 对你有命令式 在口语当中 还有一个人称有命令式 那就是我们 we 我们we 它仅限于口语当中 可以对我们有命令式 好 我们来重复一遍 前边两页PPT 我们学到的是 第一 德语当中 命令式表达的是 命令建议请求三个语气 德语当中 哪些人称能接受这个命令式呢 那就是对您 对你们 对你 口语当中可以对我们有命令式 好 那我们快速进入 命令式的基本的句型 对Z的命令式 对您的命令式最好学的 我们来看刚才我们的句子 如果我们写成陈述句的话 这个句子叫做 您占据这个位置吧 您坐在这儿 我们现在把它变成命令式 怎么做的 把一个陈述句 只需要把动词 放到第一位 动词放到第一位 结尾的句号改成探号 动词放到第一位 结尾的句号改成探号 这就是德语当中的命令式 这句话变成了 Name in the beta plus Name in the beta plus 好我们总结一下这个条 变位动词提前 续末用感叹号 这样就可以把一个陈述句 变成了命令式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医生 和一个病人的对话 我们来看一看 它是怎么样 把命令式和陈述句 进行一个转换的 医生对病人发出了一个建议 第一句话 请您那多走路 不行走路的意思 好 病人回答道 好的 我会多走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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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的第二个前议 Drinken Sie keinen アカホ 酒精 请您呢 千万不要喝 带酒精的饮品 这里面可以顺路複习 一个否定词 在否定的一刻里 我们学过 不可数名词 就是灵贯词的情况下 要用看来否定 请你千万不要喝酒 好 病人说到 好 医生又开始说 今天不要再抽烟了 好了 这个病人说了一句 那我就不用活着了 看来他的生活只需要三样 一 静坐 二 喝酒 三 抽烟 好 下面李老师领导大家再代读一下这几个句子 你学会了吗 对自己的命令式 别为动词提前 句话用感叹号 好 我们来继续 下面对你们的命令式 你们就是 也 对 也 对你们的命令式 我们来看这个句子 名名叫做 Eher kommt doch her ein her ein kommen 请进 你们请进 Eher kommt doch her ein 我们刚才说过 只要是命令式 一定是便为动词提前 Komt 提前 好 对你们的命令式 比起对您的命令式 只多了一样 这样就是 请把主语一省去 请把主语一省去 好 再来一遍 对你们的命令式 比对您的命令时多了一样 便为邓词提前结尾点探号 还多了一样 请把主语一样省去 所以这句话叫做 Kommt doch her ein Kommt doch her ein 好了 那么我想提一个小的问题 在一篇阅读文章 或一个交集用语当中 如果一个德语的句子中 没有出现主语 它有多少种可能性呢 两种 第一种 根据上下文 把主语给省略了 类似于丽西老师说一句话 我说 我叫李雪 我是德语老师 Ich heiße li und bin Deutschlehrerin 我后一句话里 无需出现 ich的 因为两个主语一致省略了 这是第一种可能性 第二种可能性一定要想 那就有可能是对 eer的命令式 它的主语是一定要去省略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德语中有个命令式 叫做 seid ruhig seid ruhig seid 你们 你们做主语的时候 是这个词的变形 所以是 请你们安静一点 陈述句叫做 ihr seid ruhig 你们是安静的 命令式叫做 seid ruhig 请你们安静一点 seid ruhig 好再来看 我请大家说 我们学了德语的语音 学了德语的交集用语 也学了德语的语法 我们尽可能的说德语 我说请你们讲德语 请你们讲德语 sprecht Deutsch bitte 这句话的陈述句是 ihr sprecht Deutsch 那我们变成命令式叫做 sprecht Deutsch bitte 请你们讲德语 sprecht Deutsch bitte 好 对你们的命令式 我们可以总结 复习一下 便为动词提前 诸语也省去 再来看对你的命令式 对你 你就是对度的命令式 对你的命令式 好来看 Kam doch hey ein 还是那句请进 Kam doch hey ein 请进 好了 那么请看好 这个里边动词还是提前的 跟也一样 他的度省略了 那么他比前面有多了一样什么呢 两个字 死干 如果对你的命令式 要求是将 便为动词的词干 放到前面 请注意 对您 对你们 都是便为动词放前面 这会要求的是 便为动词的词干 放前面 还记得词干的概念吗 德语中的动词 是由词干和词味 两部分构成的 词味大多的情况下 都是an 前面的部分叫做词干 举个例子 这里面上的动词叫common 那common这个词来说 他的词干就应该是 com com 那么本来 对你的命令式说 你请进的陈述句叫做 do coms heign 本来是do coms heign 那么命令式中要求 便为动词词干提前 主语度省去 便为动词词干 一旦把词词去掉 就变成了common heign common 你请进 你请进 好 对你的命令式中 你也是省去的 你也是省去的 我们来看一下 对你的命令式 比如说我想说 你打开门 请你打开门 好我们来看 我们这句话的陈述叫做 do yufnast detour do yufnast detour 便为动词词干提前 度省略 detour 为了发音的需要 可以加个er 如果为了发音的需要 可以加个er 如果不为发音需要 可以不加这个er 所以这句话叫做 yufnast detour yufnast detour 好再来 我说 同学们 祝大家睡得好 你睡得好 原型叫做 do schlaft gut do schlaft gut 好 德语中叫做 schlaft gu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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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为动词词干提前 便为动词词干 schlaft schlaft gut 好到这里 我们要总结一下 对您 对你们 对你的命令式 是层层递进的 对您的命令式 最简单 只需动词提前 对你们的命令式 动词提前 并要求 把你们也去掉 对你的命令式 把动词去掉 不需要说了 还有的就是 要求的是 便为动词词干 放在前面 好 在里边 有一个特例 这个特例叫做 幻音的动词 保留变形后的词干 请一定要回想 以前学的语法 我们讲过 幻音的动词 是把动词当中的a 变成e 或变成ea 这类的叫幻音 其他的动词 全都是保留 动词的 圆形的词干 只有 幻音的那些动词 要求保留的是 变形后的词干 我来举几个例子 比如我说 请不要吃那么多 请不要吃那么多 吃 eisen eisen是典型的在 du e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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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e变成e的 所以叫做 e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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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我说 请你讲德语 sbricht deutsch sbricht 圆形叫 sbri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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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的是a 变成e的 sbricht deutsch sbricht deutsch 保留变形后的 动词的词干 再来 我说 你要读那本书 那本书 真的很有用 leisen 典型的把a变成e的 叫做 lis datsbricht lisdatsbricht 这个特例 仅限于 换音的动词 在对 du 这个人称 仅限于的是 du 这个人称 来使用 好 第二个特例 是zai 这个词的本身 zai 是德语中的系动词 那么 它如果发生命令式的时候 请一定要注意 那就是 在对您的命令式的时候 不是写作zai 原型的 要写作zai zai 而对你们的命令的时候 你们不出现 几乎就是变形 或者zai 对你的 取得是词干 zai 都没有新的变形 所以只有z的时候 是zai 后来总结一下 德语中的命令式 是对三个人称 有命令式 您 你们 和你 口语中可以对我们 对我们的变形 和您是一样的 它能表示命令建议和请求 对您的命令式的变形 只需要把动词提前 就可以 对你们的动词提前 千万记住 要把一页去掉 对你的 是动词词干 提到前面 都去掉 有两个特例 第一 所有那些 幻音的词 要保留 变形后的词干 第二 zai 这个词 对您的命令式的时候 是zai z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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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的是 动词词干 你不出现 这句话叫做 mach bitte di ubo mach bitte di ubo 好 再来 z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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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走快一点 我变成 对你的命令式 怎么变呢 你不出现 动词词干 com schnell com schnell 好 再来 sprechen Sie bitte nicht so loud sprechen Sie bitte nicht so loud 请您不要说话 那么大声 请您不要说话 那么大声 好 那么 我们应该怎么变成 对你们的命令式呢 你们不出现 sprecht sprecht bitte nicht so loud 再来 and should and should gange Sie bitte and should gange Sie bitte 怎么变成 对你的命令式呢 那么 动词词干 and should and should 也可以为了 翻译好听 加个a and should 一个都可以 bitte bitte 最后一个 of not the bitter de true 请您打开门 我先变成 你们把门打开 怎么变呢 那么变成 of not bitte de true of not bitte de true 好 下面我们来翻译一下 这几个句子 这几个句子里边 我们来看一下 请您乘坐26路公交车 可能是建议 可能是建议 也可能是命令 请您说得慢一点 建议或请求 你不要吃那么多甜食 你不要吃那么多甜食 命令或建议 你们问一下李老师吧 如果你现在还有德语不会的问题 可以发邮件 可以在我的人人网上留言 你们问一下李老师吧 好 我们来做一下 第一个句子 请您乘坐26路公交车 典型的对您的命令是 我们只需要动词提前就可以 乘坐交通工具的动词是 fah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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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e 好 乘坐哪一路车 基本的句型是fahren加mit 加mit mit dem bus 6分20 fahren Sie fahren Sie mit dem bus fahren Sie mit dem bus 6分20 动词提前 最后点探好 fahren Sie mit dem bus 6分20 好 来看 第二个句子 请您说得慢一点 请您说得慢一点 好了 这句话可能表示的是请求 所以我们要加进入一个bitter 说这个词 spraising 慢 langsam 这句话叫做 spra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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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e bitter langsam spraising se bitter langsam 请您说得慢一点 spraising se bitter langsam spraising se bitter langsam 好 再来 第三个句子 你不要吃那么多甜食 你不要吃那么多甜食 还记得吗 对你的命令是 是动词 次干 动词 次干 提到前边 那么你是不出现的 再来看动词是吃 味道的吃 这种换音的词叫小心 是变形后的动词 次干 那么这块怎么说呢 应该是 is 都是省略的 nicht nicht so vill 好 甜食叫做 sie sie skite sie skite sie skite 我们用作复述好了 sie skite is nicht vill is nicht so vill sie skite is nicht so vill sie skite n is nicht so vill sie skite 好 往下 好 下一个词 你们问一下李老师吧 你们来问一下李老师吧 对你们的命令是动词提前你们不出现 问 vragen 变成 vra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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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ch doch 是一下的意思 问一下 doch 好 李老师 好 李老师 好 好多人想的一定是lehrerli 你们问一下李老师吧 vragt doch vralie vragt doch vralie 文语当中命令时就是这样的 你学会了吗 如果学会了 简单句的四大机器我们就可以随意地去创造了 说 你愿意去吗 你愿意去吗 你愿意去哪里